今天带来一部比较烧脑的影片 名为《遗忘者》 该片出自于印度 上映于今年的7月份 有点像早些年前徐志导出演的催眠大使 又有点像黄志导参演的记忆大使 应该说是两者的综合体吧 那么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这部烧脑的印度选影片《遗忘者》 好话不多说开始 影片开头我们男主先生 其名为约翰 他正在参加一个访谈类型的节目 这个节目是专门为一些催眠尊家冲办的 约翰是这期的受邀嘉宾 随后主持人询问约翰有没有经历过终身难忘的催眠案例 约翰满脸自信的表示还真有 不过他强调一点 那就是自己催眠案例并不是单方面的 自己也参与其中 这倒是所有的主持人有力无理 随后约翰开始阐述他的故事 事情发生在一个夜晚 据约翰回忆 当时自己匆忙的跑到警察局 寻求帮助 称自己遭到了某人的追杀 可这里奇怪的是警察根本就不信 因为这个约翰是赛逃的通缉犯 这就令人费解了 再逃通缉犯 怎么会跑到警局报案呢 原来这跟约翰失忆了 他完全不记得自己杀过人 紧接着再次进入了他的回忆 在约翰的记忆当中 自己醒来时 是在一个破旧的房间 随后一个叫查理的男子现身 此人很神秘 从头到尾都没有跟约翰说过一句话 随后将其带走了 上车之后他终于开口了 但说的跟天书一样 约翰根本就听不懂 紧接着他在抽屉内发现一张报纸 上面记载的通缉名单 第一个头像就是约翰本人 当他看完上面的内容时 自己都猛了 之前做的什么完全想不起来 难道说自己真的是个三人犯吗 那这个查理又是谁呢 随后查理告诉他 你只剩下十几个小时了 我只能帮你到这了 看来眼前这个男人是来帮约翰的 可马上就遭遇了意外 前方出现了警察林姐 见状查理只能猛踩一门冲了过去 最终给约翰扔到了一片野地 告诉他赶快逃跑 约翰也只能造作了 随后他手机响起 里面有一个自称是约翰私有的人 其名为阿诚 问约翰现在在哪 好在路边有个卖水果的 告诉阿诚位子 这才将他找到 此刻约翰依然完全是失忆的状态 阿诚到底是谁 他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但至少可以从他嘴里问出来一些关于自己的信息 随后两人找了家餐厅坐了下来 面对约翰的失忆 阿诚也有一些不可思议 随后质问他 你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吗 约翰无奈地点了点头 此刻四周告诉他 咱俩是一起读文学的高菜市 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拍电影 毕业之后 你来了这座城市 要跟我一起创业 这个餐厅就是我当时接待你的地方 也是在这里 你结识了那个心仪的塔 听完阿诚说的这些话 约翰确实有点印象 那就是当时确实结识了一位叫莎拉的女性 她对电影也非常热爱 一来二去的 两人便走到了一起 可自从那20万天价彩礼出现时 你整个人就变了 这句话让约翰回忆起了更多 也确实正当两人要谈婚论嫁的时候 莎拉表示父亲给自己找了个联姻对象 他是从美国回来的 愿意出20万天价彩礼 此话一出 约翰马上明白了 这老丈人是准备卖女儿了 没有20万是死活不嫁 既然这样的话 约翰表示没事 我想想办法 之后约翰与阿诚那是疯狂写剧本 然后企图寻找到投资法 可始终都没有找到 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约翰的意识 那就是这位叫大胖的导演 他表示愿意为约翰的剧本出资50万 听到这个价钱 约翰差点没高兴的蹦下来 可随后大胖表示需要让约翰帮他一个忙 现在的约翰别说一个了 就是100个他都答应 不久后大胖将他约到了脚外 并递给他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并拿出了一张照片 让约翰杀了这个女人 这下约翰麻了 这哪是什么头子 这不买凶杀人吗 不过为了赚钱 约翰还是接了这一打 这里就有很多疑问了 首先是关于雇佣的问题 这么高的价钱 为什么不去请个杀手 而是找一个文科出身的约翰呢 其次是大胖要谋害这位女性 竟然是他的妻子 据大胖说 他是怀疑妻子有了外遇 怀恨在喜 但从表面上看 更多是为了争夺他的家产 随后按照大胖说的 约翰来到了位于郊区的一处豪宅 潜入房间以后 灿灿微微的拿起了锤子 然后心一横 直接给女主人敲死了 可正当他要逃跑的时候 却接到了大胖的电话 让他去保养柜里把金子拿出来 表示这是给约翰的酬劳 也是给他用来投资用的钱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这根本就不是给约翰投资 而是给他伪造成如此抢劫的假象 可约翰没反过来 也可能是因为自己实在是太谎了的原因 就此他听了大胖的话 准备上楼拿金条 然而就在此时反准来袭 上楼后他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女友 而且与一个男人躺在了床上 这下约翰才恍然大悟 大胖是自己的老赞人 为了让自己远离女儿 特意安排了这个局 借约翰的手除掉了自己的妻子 既争夺了他的家产 又将自己陷害如狱 远离了他的女儿 约翰见此时不让大怒 结果悲剧也就此发生 这一家人全部被约翰杀害了 包括老赞人大胖 不过事后清醒过来的约翰曾试图救下女友萨拉 但由于过于害怕 最终还是逃跑了 此刻画面回到了约翰这里 到这他才回忆起来 原来自己真的是那个撒人犯 可就在此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正是他回忆里面第一位出现的那个神秘男子查理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他是警队的心理专家 擅长催眠逼供 当晚案发过后 试图驾车了逃跑的约翰 半路发生的车祸 导致约翰失忆了 由于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也没有监控录像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就无法定约翰的罪 为了让他招供警局想出来这个模拟案发现场的办法 试图勾起约翰的回忆 从而让他认罪 也就是说 沿途约翰遇到的所有人都是警方的人 包括路边那个麦西瓜的 都是警方安排的 显然这个方法很成功 就在查理得意洋洋的时候 反准再次来袭 画面回到了最初的约翰这里 他告诉组织人 故事到这才刚刚开始 随后画面来到了查理这 本以为自己大获全胜 实际恰恰相反 查理才是那个小丑 当他照镜子的时候 惊奇的发现自己怎么变了一个人 紧接着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 正是那个杀人犯约翰 他竟然身穿一身警服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答案马上揭晓 原来他也是警队的催眠大师 故事的起言还要从几年前说起 约翰接手了一起冤案的处理 被冤枉的人叫皮特 他告诉约翰自己是拍电影的导演 在一天夜里准备看拍摄场地时 途中发生了车祸 造势司机不是别人 正是这个查理 同时他才是灭门查案的真凶 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 查理用了催眠方法 将自己的犯罪记忆植入了皮特的脑中 醒来后发生的事 与之前约翰的遭遇一模一样 直到他承认自己杀了人 听完皮特的描述以后 约翰发现这次遇到的对手竟然是同行 与其将他抓过来审问 不如以其人之道还自其人之审 随后他联合了自己的催眠团队 包括那个之前的老丈人 以及林检的警察 实际都是约翰的人 最后一步就是重置案发现场 然后将皮特的记忆重新植入到查理的脑中 从而让他亲自招供 到这儿 我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没看明白吧 其实我也没太看懂 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吧 也就是说 之前约翰身上发生的一切实际是发生在查理的身上 因为他的犯罪记忆已经被约翰重置回来了 只是约翰用第一人称描述的 本以为影片就此结束 实则不然 反准仍在继续 随后画面回到了访谈节目 约翰得意洋洋的认为自己通过催眠方法让查理认了罪 可实际并非如此 此时主持人表示 你的故事真的非常精彩 但我对这个查理非常好奇 你可以将这个嫌疑人画像画出来吗 约翰表示当然可以了 我做梦都忘不了 可当他描绘出闲人画像时 上面出现的人物却是约翰自己本人 更令人诧异的是 他完全看不出来画的就是自己 直到他看到自己的照片时 才明白自己给自己画出来了 此刻也迎来了本篇最大的反转 实际约翰的确就是那个灭门残案的真雄 同时他也是警队的催眠专家 负责通过催眠技术让犯人认罪 不过在工作期间 他结识了一位新来的实习生 慢慢两人发展成了恋人 可殊不知自己喜欢上了一个渣女 正当阿诚准备求婚时 由于自己的种姓低 遭到了女方的高调拒绝 与约翰走得很近 只是因为他是前辈 想跟他多学习学习 因此约翰恼羞成怒 在一天夜里跑到的实习生甲发生了灭门残案 而事后 他用自己的催眠技术将这段杀人记忆植入到了一位病人的身上 正是那个皮特 警方大胖明知道这件事就是他做的 却对他一点办法没有 因为皮特认罪了 直到皮特的母亲跑到警局自焚 为儿子深远才让大胖下定决心主持正义 随后他找到了一位当地知名的催眠大使 正是现在的这个主持人 他想出来的办法 与约翰如出一辙 通过植入记忆的方法让他认罪 因为约翰对催眠太了解了 所以他很容易清理 不过这次主持人改变了思维 并不是给约翰植入记忆 而是清除了他的记忆 然后通过植入人物关系 使得约翰认为自己是一名刑警 从而完完整整的描绘出犯案的全过程 结果约翰正中下怀 把自己犯下的错 一无一时全都说了出来 最终他迎来了牢狱之宰 这次影片结束 怎么样 是不是很骚脑 由于发言有误 很多地方的剧情是衔接不上的 我只能按照我的理解为大家讲解一下 如果还是看不懂的话 建议小伙伴们看看原片吧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我是麻风缩电 别忘了点赞评论加关注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还可以长按点赞 特别推荐一下 感谢观众老人们的自知愉快 我们下期见